我们为什么 信愿 迟迷 功夫 不得理 不知道 死生大死 对这种事情 不知不觉 那如果能知道这个 事实 你还敢放异吗 啊 应光大使一生 把死 贴在额头上 你看他的官方 不大 我去参观过 桌子上只供一尊佛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像 一堆腊台 一个小木鱼 引擎 啊 一个香炉 一杯供水 其他的没有了 佛像后面 老法师自己写的一个 老法师自己写的一个死 八字 让自己时时刻刻看到了 我 我就要死了 这时候怎么办 还有什么留恋的 真正是万云放下 一心 趁念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讲的这句话 完全兑现了 发菩提心一相转念 发菩提心是什么 真相心有净土 有阿弥陀佛 真正发愿求生净土 真心切愿 就是无上菩提心 欧耶达斯说的 一心趁念就能莫生 欧耶达斯说的好 不逼功夫成品 不须一心不乱 而金山讲得很清楚 很白 只要信愿持明 求生净土 佛就来接应 那么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 是放不下了 是放不下了 杂念太多了 妄想太多了 欲望太多了 烦恼习气太重了 不要说 不要说祖师来 我们回不了头 社加弥陀佛自己来 恐怕我们还是回不了头 为什么 如果能回头 他就真来了 他没有加字 我们真心爱求 他就给我们见面 先生给我们看了 所以一切都要放下 那至少 我没有方法 帮助别人往生 我自己要往生前途 这一生 这个机会 缘分 一定要牢牢的抓住 所以这是你看 整形长夜了 坚强昏迷 我们总是 在昏迷当中 坚强不了 那么一旦 寿命到了 你有没有想到 马上就是 六道轮回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阿 嗨 你 桃利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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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